来中凌晨五点多呢 发生有休旅车撞上客运的车祸意外 好 当时客运司机真的是吓坏了 他说他开到路口的时候呢 看到一辆休旅车直接冲了过来 他完全杀都杀不住 就像堆土劲一样 就把他往前推 这一撞呢也造成了客运上面 有四个人不幸受伤 很多阿嬷骚大公车去医院 没有想到就真的进了医院 清晨两派说法 有人就认为说这改名字有用吗 国民党的重点是在改革吧 难道改名为刘德华 就可以跟刘德华一样帅吗 好 甚至还有人说 如果真的要摆脱亲中的标签 那要不要国民党干脆改名 叫讨厌共产党呢 对 贵客是谁呢 三头大黄牛 好 台中的总占夜市呢 因为没有取得合法的营业登记 被热令停业了 不过呢 想说连续两个廉价 为了生计还是要开店嘛 所以夜市负责人基于考量呢 坚持开市 现在被罚六万块钱 不过接下来罚呢 金发局也直接硬起来 说你只要再开 我就再罚 再开就再罚 这为了生计该怎么办呢 所有小摊商现在叫苦脸天 好 大家知道 现在教照要变硬了 但是会变多硬呢 很多男生想说 反正不会教到我嘛 因为我年纪比较大了 但现在呢 原本说是退伍后的 八年之内教照 可能要延强到 退伍后的十五年之内哦 好 大家赶快算年纪了 很容易被找到的 好 知道呢 这个星期就要开卖了 网络喊价已经喊到了一千块钱 但没有想到被这个台中 最年轻的美女里长带过 网络喊价到十万块 中午武汉呢 一个男务主说 自己居然买到了一座豆腐屋 怎么回事呢 新房子 新社区 里面一看偷工减料 这个比洋娃娃住的还要夸张 因为你看呢 这里面瓷砖后面粘的是什么呢 居然是双面胶 好 比样品屋还要来得更离谱哦 另外再来看看也是蛮离谱的停车情况啦 好 有网友呢 在自家阳台发现 哎 楼下有人在停车 但他还很纳闷 这个车主停车技术 你要说他太好了吗 狂撸了二十二分钟 居然到最后好不容易才停了进去 但二十二分钟也太久了吧 好 这个影片一拍出来让大家笑翻 大家说拍摄者你也蛮有心的嘛 居然还可以等二十二分钟 等那么久 如果是我的话 可能就直接下楼 想要帮他开车 帮他停好车了 另外再来看看呢 如果一个人住的话 被反锁在浴室里面 怎么办呢 哎 这个糗大了 又不能叫警察来好 怎么办呢 现在有个日本网友就说 有个很厉害的逃脱方式 怎么做呢 取下了厕所的这个 厕所纸的这个心筒 撕开一遍扁瓶状 把其中一脚插入门缝 那边用勾的 碰触到门锁就可以解锁了 但大家来说 哎 这个应该是专业职人吧 这个蛮费工的 而且要打开它来 也不是那么样的简单哦 另外再来看看 这次有民众投诉呢 起到嘉乙文化入夜市的 鸡肉饭老店外带便当 学校之前呢 提醒店员 有没有撒胡椒 没有想到被两个店员 一搭一唱 他觉得对方态度很不好